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讲的是关于这个采集这个腾讯视频弹幕啊 那么爬这个腾讯视频弹幕的话呢 首先大家先打开这个网站 好吧 当然如果说有同学不是VIP的 你们可以先来看啊 先来看我操作 好吧 对于爬送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是这个分析网站啊 网站的一个分析也是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好吧 网站的一个分析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分析 OK 那思路分析的话呢 我们具体的一个目的呢 是要去找到这里面我们想要的 想要的啊 想要的数据的一个来源 明白吗 UIL就地址没错啊 好吧 想要的数据的一个来源啊 这个我们得知道 好吧 那我们今天想要什么数据呢 其实不难啊 今天想要的数据呢 就是这个弹幕 好吧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弹幕啊 把这里面的一些弹幕都给它采集下来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啊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啊 大家要去找到这个弹幕来源的话呢 你可以先让它播放一会儿 对吧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弹幕 对吧 弹幕大金啊 也还好啊 对吧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个数据来源呢 我们现在可以啊 大家可以跟着我来啊 通过你键盘上面的一个按键 叫F12 你可以按一下 好吧 当你按完之后的话呢 就会跳转弹出来一个框框啊 弹出来一个这个开发者工具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开发人员经常去用的啊 好吧 这个network就是我们说说说到的一个抓包工具 然后呢 在这个抓包工具里面啊 会出现所有的一些数据包啊 也是我们说到所有的一些请求 对吧 每一个请求都对应着是一个地址 那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个network里面 要去找到我们链接啊 这个弹幕所对应的一个链接地址 好吧 那么怎么去找呢 因为现在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对吧 我们现在要先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那么刷新完网页之后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呢 就会进行一个 呃重新的一个加载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会出来很多很多数据 好吧 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 你看到的所有数据啊 其中包括四大类 包括四大类 第一类的话呢 是文字 对吧 就像这些弹幕啊 还有这些上面的一些文字 那第二类的话呢 是视频啊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视频 对不对 三类就是这个音频啊 还有文 还有这个图片内容 对吧 这些图片 看到没有 好吧 就这些所有的一个内容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出现 不管是什么数据 只要是这个网站 你能够看到的 明白吗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找的 就是呃 这个弹幕数据 所对应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数据包 那这个数据包 我们怎么去找呢 啊 是一个一个去点击吗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对吧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这么长 啊 有这么长的一个数据包 我一个一个去找 肯定不可能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简单啊 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搜索按钮 看到没有 对吧 你可以去尝试点击这个搜索按钮 啊 点完它之后 在这个里面 你们去搜索这个 搜索这个某一个关键词啊 比如说你们想要去搜这个弹幕 明白吗 比如说你们想要去搜这个弹幕啊 举个例子 我现在就去搜这个重刷重刷啊 对吧 重刷 重刷 OK OK 那我们回车一下 回车完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给我们去找到一个对应的数据包 明白吗 会去给我们找到一个对应的数据包啊 那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弹幕 弹幕所在的一个链接地址 看到没有 对吧 当我们点击它之后 这个右边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啊 那么这个新的窗口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数据包所对应的一些详情信息 详情信息主要分为三类啊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第一类的话呢 当我们点击完之后 会直接给我们弹出一个窗口 对吧 这个窗口就是响应啊 我一般 不是我一般啊 爬虫一般的话呢 不对 网站现在一般的话呢 分为两种啊 不对 怎么说呢 这样说吧 我们画图吧 好吧 还是画图啊 还是画图吧 画图比较香啊 对吧 呃 那么在我们这个屏幕的这个左边啊 它是举个例子啊 它是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嗯 好吧 那么右边的话呢 它就是服务器啊 比如说是腾讯的一个服务器 对吧 啊 是腾讯视频的一个服务器啊 那么我们现在浏览器通过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访问这个浏览视频啊 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一个访问操作啊 它就是请求 对不对 啊 就是请求 那请求是干嘛呢 去找它要数据 要什么数据呢 要弹幕数据 对不对 要弹幕数据 这里面有弹幕 对吧 那这个浏览器 这个服务器接受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就会给到我们一些相对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啊 比如说我们要的是弹幕 那他就会把这个弹幕呢 啊 原封不动的给到我们 那么这个给的步骤呢 我们叫做响应 懂吗 那这个响应的话呢 连带的这个数据就响应给我们了 懂吗 那就是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是我们服务器给到我们响应的一个数据 也叫做Racebox 明白吗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放大 你有电脑吗 同学 这个 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 你暂时不用先看得太清楚 那我没得问一句 你有电脑吗 你可以用电脑看 用电脑看会大很多 对吧 或者说用平板看都可以 好吧 这个其实说实在话 还可以扩大 还可以扩大一点 我只有三大百个数据 这个 这个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对吧 你只要知道 这个数据 它就是在这个数据包里面 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这个 有的时候不太方便观看 对吧 它都在一行 而且字比较小 那么你们可以点击这个preview 可以看到 就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可以进行一个 看到没有 进行一个这个 沉叠化的一个展开 看到没有 它可以进行一个展开 然后里面的内容呢 看这是每一行 每一行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当然这个数据量 我们现在不用去关注它 只要知道这里面的数据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弹幕 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折叠一下 好吧 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 进行一个格式化的一个观看 这样去看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这个是preview preview它的一个功能 好吧 那么剩下两个呢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headers 在这个headers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包 所对应的一个链接 这个数据包 所对应的一个链接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数据啊 所在的一个链接地址 就是他 那么厉害吗 就是他 我们给他拿下来 好吧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刚刚的一些简单分析 我们就分析出来了 我们弹幕数据的一个来源 就是这个链接地址 好吧 这个能理解吗 你们 我们把前面删掉一点 这个没有基础中学 有没有不能理解的 有没有不能理解的 都能理解是吧 这个控卖名同学呢 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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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理解吗 这张图能不能理解 这张图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 对吧 好 那么能理解的话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对吧 浏览器的话呢 向这个服务器发送请求 它会发送很多遍 对不对 像比如说 我们去访问这个链接地址 访问这个视频的地址 它会连带这个视频 还有里面的一些这个弹幕 以及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数据 下面还有很多很多 看到没有 还有这么多的数据 它不可能把这些所有的数据 都存在于 都把它存到一个链接当中 你看为什么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据 都存在于这一个链接当中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电脑当中 对吧 比如说你电脑有很多盘 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说把你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内容 你都把它存在C盘 对不对 这样C盘的话 会被挤爆 懂吗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操作 那么在服务器当中 也是一样的 不可能它把所有的数据 都会存在于一个链接当中 这样会占用服务器 很大的一些资源 那它会把对应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弹幕 它就专门分配给一个链接 比如说视频 它就专门分配给另外一个文件夹 对吧 就是相当于说什么呢 服务器里面有很多的文件夹 服务器里面有很多的文件夹 这个存在视频 视频 音频 弹幕 对吧 把存在很多东西 那举个例子 那这个盒子里面 就存在的就是这个弹幕 对吧 存在的就是这个弹幕 然后呢 就这里面每一个盒子 都有它对应的一个链接 包括弹幕也是一样的 对吧 就所有电视的一个弹幕 都存在于这个文件夹里面 那这个文件夹就是当前的这一个链接地址 懂吗 好 那我们去发送请求 请求的要请求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就是这个弹幕的一个链接 这个能理解吗 同学 这个能理解吧 那我们需要请求的一个地址 就是这个弹幕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那这个弹幕链接在哪里呢 我们该从哪里去找呢 对吧 就是它了 就是network了 没有 就是在这个network里面去找 对吧 那network里面会记录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它会记录所有 所有我们去请求过的一个地址 那不管它是弹幕 还是音频 还是视频 还是文字 还是图片 对吧 它会记录所有的请求 那我们要做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这个network里面 去找到我们弹幕 它所对应的一个链接地址 这样能理解了吧 反正我希望你们能够懂 好吧 OK 对吧 那通过我们刚刚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找到 对应的一个弹幕链接地址 对不对 包括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包括它的一个链接地址 我们就找到了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简单介绍 OK 那么这个弹幕链接地址 我们找到以后 那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就是写代码 对不对 我们就是写代码 我们需要把这个弹幕链接地址 里面的一些弹幕 全部给它保证下来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吧 那对应代码实现 我们刚刚解释过 爬送的话呢 是模拟浏览器去发送请求 对不对 就是要模拟浏览器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不对 就是要去访问这个网站 好吧 那么怎么模拟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发送请求 对吧 发送请求就是去访问网站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访问的就是这个网站 可以吧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是获取数据 那获取什么数据呢 就是它 没有 就是这个Response里面的一个内容 我们需要把它获取下来 好吧 这个是第二个步骤 那么第三个 是解析数据 你们想一下 我们真正需要拿的内容是什么 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一个弹幕内容了 对不对 就它的一个弹幕内容了 那么其他的内容我可以都不要 对不对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干嘛呢 就是把这些弹幕给它提取出来 提炼出来 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去掉 都可以筛选掉 明白吗 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三个步骤 那么第四个步骤 就把这些弹幕呢 统一的给它保存下来了 保存数据了 好吧 这个是我们爬虫的一个学习步骤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步骤 好吧 OK 那关于上面这个思路分析 还有这个代码实现的一个基本介绍 没有问题的东西可以消个一 有问题的东西可以问一问 好吧 好啊 没问题 OK 那我们就继续 好吧 我们就去写代码了 那么写代码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来导入一个模块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步骤 发送请求 以及解析数据 还有保存数据 我们都会用到一些模块 去帮助我们操作 帮助我们操作 而不是说通过我们直接去手写 手写去访问网站 我们都是通过一些模块 这些模块你可以把它当成工具 好吧 像request request的话呢 它是帮助我们去发送 请求的一个工具 一个第三方 模块 第三方模块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第三方的 那么肯定是需要你去额外安装的 没有安装同学 那么记得你去提前的安装一下 可以吧 没有安装同学 记得去安装一下 可以吧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第三方模块 那么对应这个模块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你的一个手机上的一个 百度浏览器 对吧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浏览器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访问网站 可以这样去理解 懂吗 那使用内置模块可以达到吗 可以 但是相当于是脱裤子放屁 对吧 多持一举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人给你写好了 懂吗 本身就已经有人给你写好了 你还要去写一遍 你这不是脱了裤子又放屁吗 对吧 好吧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URL给它存进来 来存进来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链接地址 那如果说你们懒得去找的话 我也把这个链接地址直接发给你们 你们去请求就可以了 好吧 如果说闲的这个觉得这个懒得找的话 OK 那这个URL就是这个链接地址 对吧 URL等于这个链接地址 对吧 前面有同学说过的 URL等于它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发送请求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request 注意啊 在后面点 点什么呢 点get还是点post 还是request 还有这个session request 这个options 还有session等等等等 这么多 我们要点谁呢 这个不是我说了算 是谁说了算呢 是对方服务器说了算 对吧 你还是要记得 我们把张图再拿出来 好吧 这里面会说到我们有一个请求 那么请求的话呢 是对应这个服务器的一个方式的 好吧 服务器的话呢 它有 它是控制这个请求方式的 你如果说要去访问 虽然浏览器它没有什么限制 对吧 浏览器啊 对吧 可能你一访问 它都会默认的全部给你安排好 对不对 但对于我们这个 爬冲 爬冲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说 随你去 随你什么请求 随你去什么请求 对吧 对于爬冲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指定请求 这个请求的话呢 它必须是这个服务器指定的一个请求 那么在哪里有这个请求方式呢 对吧 很简单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会有headers 看到没有 点击headers 下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request method 看到没有 有一个request method 就在我们链接下面 会有一个东西 request method method的话呢 就是方法的一个意思 方式的一个意思 明白吗 那么request method 就是请求方式的一个意思 好吧 它为get 看到没有 它后面是get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请求的方式也是什么 也是get 好吧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话 点一个get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了 明白吗 那我们在里面的话呢 需要去再去加入一些东西啊 好吧 请求的网站 我是不是得加上 对不对 请求的网站 我是不是得加上 哎 三天 好吧 那么这个请求的网站 我们就给它加上了 好吧 加上之后的话呢 为了安全起见啊 大家还是回到这张图 好吧 因为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你去随便的 你去访问一个网站 你通过浏览器去访问 可能没问题 明白吗 但是呢 如果说我这里面 换成了什么 换成了爬虫 对吧 爬虫是模拟浏览器嘛 对不对 那现在爬虫 现在模拟乱器 我现在没有做任何的模拟 对吧 没有做任何的伪装 我去请求他 你觉得他发现 在发现我的身份上的 一个情况下 他还会给我们数据吗 对吧 能理解我意思吗 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你是个流氓 你是个女生 对吧 他知道你是一个流氓的情况下 他还会同意你吗 他肯定不会同意你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得先加一个伪装 是不是 那这个伪装的话呢 在哪里 我们先来一个headers 好吧 headers就是伪装 伪装 OK 那这个伪装在哪里加呢 我们来到这个网页 好吧 来到这个网页 还是在这个headers里面 看到没有 在这个下面的话呢 你会看到 有一个requestheaders 也有一个responseheaders 那么response的话呢 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一个响应 对吧 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在这个图当中 响应的一个请求图 好吧 响应的一个图 对不对 那跟我们请求 什么办法相关系吗 没有 对不对 那我们要去找的 就是一个request request就是响应的一个意思 响应 对不对 请求的一个意思 请求图 对不对 那请求图在哪里呢 我们就复制它 好吧 里面有一个UA 我们给它拿一拿 这个request requestheaders下面 翻到最下面 有一个UA 我们复制一下 OK 然后给它粘贴进来 好吧 粘贴进来 我们没完 不要以为这样就完了 现在是报错的 好吧 我们要给它构建成为 Person 数据类型里面的一个字典 好吧 然后我们给它放进来 headers 等于一个headers OK 这样传进来 前面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的 UIL等于一个UIL 好吧 那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吗 遇到很多cookie怎么办 什么意思 遇到很多cookie怎么办 那你就加cookie呗 怎么叫遇到很多cookie 能解释一下吗 什么叫遇到很多cookie 你还是不懂 对吧 哪里不懂 是45行不懂 还是42行不懂 哪一行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哪一行不懂 可以直接跟我说 4245 好吧 这个属实是 没有任何基础 属实是没有任何基础 你是第一次来学吧 好吧 42行的话呢 像这一行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你现在因为是 你没有基础 你没有基础 你就直接把它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伪装 对吧 它就是伪装 比如说它是一个头套 对吧 它是一个头套 头上套了一个丝袜 对吧 这个就是丝袜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丝袜 它现在放在那里了 我现在 这个Headers 它就是一个丝袜 丝袜放在那里 我没有给它戴上 对吧 就相当于我伪装有 但是我没有装 对不对 那下面45行的一个步骤 就是干嘛呢 就把这个伪装 给它戴上去 你看吗 就把这个丝袜 给它戴到头上 对吧 你看为什么 有时候请求一个链接 浏览器混音 很多cookie 你说的是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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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所谓的 你看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cookie就可以了 好吧 这么带 这么带 对没错 懂了吗 懂了吗 这个空白铭同学 懂了吧 这个就是 鞋带这个请求头的一个意思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发送请求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到的 一个发送请求 好吧 那么发送请求之后 它是不是会给 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个响应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查看 这个响应呢 对吧 请求之后 它会顺带 就直接给我一个响应 这个响应 就是为什么是bounce 对吧 这个是请求 然后呢 左边就是响应 对不对 那这个响应是什么东西呢 来我们来看一看 print 打印语句 对吧 把这个响应 给它打印一下 我们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好吧 然后我们来 通过右键来运行 看一看 哎 response 200 对吧 那肯定你们就有疑问了 老师 这个response 200 是个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刚刚说 它给我响应 对吧 那正常来说 它给我响应 那这个响应 是不是得携带 这个弹幕吗 对不对 是不是得携带 这个弹幕呀 对吧 但现在没有弹幕 它只是给到我一个 response 200 什么意思 对吧 它只是说 response 200 就是说请求 告诉你 注意啊 是告诉你 请求成功的一个意思 对吧 那请求成功 我们需要看到里面的一个数据 怎么看呢 在后面加一个点test 好吧 点test test的什么 是文本内容的一个意思 对吧 那我们点test的 就是拿到这个响应题 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然后我们右肩运行看一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获取到里面的一个数据 好吧 可以获取到里面的一个数据 当然 为了我们去提取数据的一个方便 注意 为了我们接下来 这个是获取数据 第二个步骤是干嘛 是获取数据 对不对 但是为了我们去解析数据 第三个步骤 我们是解析数据 对不对 是解析数据 我们是要去提取数据 对吧 为了我们解析数据的一个方便性 便捷性 注意啊 我们这里面就不能点test的 没有什么 不能点test的 我们要点什么呢 点json 好吧 点json 那实际上 实际上你们看到 我们点test跟点json 我们看到的内容 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为什么 它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区别 你看到它表面上的一个数据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看到没有 没有任何区别 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 它们表面上是一样的 响应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有没有什么 响应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一个类型不一样 懂懂吗 它们的一个类型不一样 举个例子 像你 比如说你 比如说算了不难理 可能有点得罪你们 比如说自由老师 对吧 比如说自由老师 那么自由老师 他本来是一个男的 对不对 那他就突然想做一个手术 去了一趟泰国 对吧 去了那泰国 然后砍杀一刀 没了 对吧 然后又回来 他本 他虽然他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男的 没有为什么 但是他的一个类型发生了变化 他可能从男的 变成了一个性别不明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类型上面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但他 但他还是他 没有吗 他自由 他还是自由 他没有变 他没有说自由变成失业 对不对 他还是自由 没有为什么 好吧 这就是这个 这个的一个含义 那当然 他到底是什么变化呢 就刚刚那位同学说的 他从什么呢 从一个 从一个字符串 对吧 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字典 那么字典的话呢 你可以现在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容器 好吧 它是我们passing当中的 一个容器 容器的话呢 可以存出很多东西 好吧 这个我们就先不去介绍 可以吧 我就先不去介绍了 我可能去介绍 你可能会头大 可以吧 那么 当它变成字典以后 它有一个很方便的特性 你看吗 它有一个很方便的特性 像我们passing当中的一些 数据容器 只要它变成了一个容器 passing当中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提起数据的时候 就会很方便 对吗 就会很方便 举个例子 像字典的话呢 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 字典的一个基础 好吧 不然可能很多同学会比较懵 字典的话呢 它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存在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值 一 好吧 你们可以先看一看 我们先写一下 然后现在如果说你觉得有疑问的同学 尽量可以赶紧问我 好吧 别人闹到一会儿你就懵了 可以吧 刚刚那位空白名同学 仔细听 这个是对于邻居同学的一个基础内容 刚刚已经问到这个单词发音是什么插件 是一个translation的一个插件 translation的一个插件 文件里面有一个设置 好吧 然后里面有一个插件 然后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 这个 先不要问 我待会会解释的 好吧 那这样的一种形式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字典 对吧 比如说这个字典有个名字 我就叫它中华字典 好吧 我就叫它中华字典 等于它 可以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字典 那么字典的话呢 你们现在可以 这个可以这样去理解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你们自己去翻的一些中华字典 对吧 什么新华字典 什么什么玩意儿 你可以这样理解为 理解为是一个新华字典 好像新华字典 我想说错了 对吧 新华字典 那么新华字典 你们去查字典的时候 是什么查的 是不是通过什么拼音 去查到里面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吧 对吧 那么像 pass里面的一个字典 是什么去取的呢 很简单 它是通过这个拼音 你可以把这个键 理解为是一个拼音 没有 你可以通过拼音 去获取到里面的一个值 也是通过拼音 获取里面的一个字 对不对 这样能理解了吗 对吧 那我们去查字典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值 对不对 那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键 能够获取到这个值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内容 这个preview 对吧 你可以看到 我们真正需要获取的 其实就是里面的一个值 对不对 冒号后面的就是值 冒号前面的就是键 就是这个拼音 好吧 那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获取到这里面的一个值呢 对吧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发字典给它copy一下 然后拿一个中国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获取到里面的一个值 通过这个键的一个方式 可以获取到里面 获取到里面的一个值 能明白吗 这个能懂吗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 你要 反正你记住吧 好吧 可以吧 这个控告名同学能力记住吧 反正这个今天的一个知识点内容 对于邻居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多 你也不用去强行记住 好吧 也不用去强行记住 因为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你一节课都能够全部记住的一个东西 你就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好吧 能理解就可以了 就算你后面的记住的一个方式 你再多花点时间是可以记住的 好吧 你不用先记住 你先理解吧 能理解吗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键的一个取之方式 当然 注意 它的话呢 有一些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它是可以嵌套的 举个例子 像它里面的话呢 又来了 比如说里面又有一个什么呢 又有一个字典 对吧 就字典里面包含了一个字典 它可以这样嵌套 这个它跟我们的一个字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 比如说这里面是键 键五 这里面是直 五 对吧 它长这样的 那我们怎么会遇到这个直五呢 简单 对吧 先拿到这个字典 对吧 再去拿到这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这里面的一个键五 看到没有 就可以汇取到这个直 看到没有 能理解吗 能懂吗 老师等一下能发我吗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好吧 这个录播你完全可以拿去一直听 好吧 完全可以拿去一直听 关键课反正东西都是免费的 好吧 可以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见识 可能你现在不需要记住 我还是说 你现在不需要记住 你只需要干嘛呢 你只需要理解就可以了 懂我意思吗 你只需要理解 不需要记住 好吧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数据提取 那对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阶了 我们需要进阶了 好吧 我们需要进阶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这里面 你会发现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 它就是什么 就是字典 对不对 它就是大过过起来的 然后里面的话呢 直 什么见 直 见直 见直对 对吧 都是这样的 见直 见直 是不是 那我们需要去提取 是什么提取呢 是不是通过中国号 对不对 是不是通过中国号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要提取这个comment 对吧 我们参照这个preview 参照这个preview 跟我们刚刚的一模一样的 那首先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去看 在这里面去观察 它的一个数据呢 就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对不对 对吧 那么我们数据的话 你提取啥呢 首先提取这个comment 对吧 因为我们的一个评论 我们需要的一个字 需要的一个评论 就在这个里面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提取这个comment OK 那么首先啊 这个键啊 这个字典的一个名字 叫啥 是不是叫上面 有一个接生data 对不对 叫接生data啊 那么首先 我们先提取啊 先提取这个 对吧 comments comments就是评论 对不对 先提取这个评论 好 那么评论里面的话呢 诶 这个怎么变成中国号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要叫你 第二个东西 中国号的话呢 是我们盘承当中啊 这个如果说 你看到的一个数据 它是长这样的 它是中国号 固号起来的 对吧 里面有这个什么 012345 它是长这样的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pass当中的 一个列表 好吧 也是pass当中的 一些数据容器 也是一种数据容器 数据容器有很多 我不愁你能记住 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 好吧 这个是我们数据容器 那么对应这个容器 我们怎么取值呢 比如说这个容器的话呢 它叫做列表 列表 比如说它列表就叫A吧 好吧 就叫A 对不对 那这个列表怎么去取值呢 也不难 也不难 大家记住 如果说你需要 获得到这个0 那同样你写一个A 然后中国号0 通过位置去取值 你要为什么 它就不是通过这个什么 键12345这样去取值 它通过它的一个位置 去取值的 对吧 它的一个取值方式 就不一样了 你要记得 好吧 可能说现在这里 不太好去理解 我们可以写一个 1357 13456吧 可以这样去 13579 写这样可能你更加理解一些 我们通过这个A0 可以去取到这里面的一个1 我们通过A1 可以取到里面的这个3 通过A2 可以取到里面的这个5 也就是说 它是以位置去取值的 01234 对不对 它是从0开始的 你要记住 它是从0开始的 不是从1开始的 好吧 跟你们日常的一个思维逻辑 可能不太一样 对吧 从0开始去取值 可以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比如说 要取到这个评论 单个评论 我们怎么取呢 对吧 我们取到这个0 对不对 取到这个0 就可以取到这里面的一个值 你要为什么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这里面举个例子 通过这个0 你就可以取到里面的第一个评论 对吧 看一看 就可以取到里面的第一个评论 对不对 这是不是第一个评论里面的信息 对吧 那我们通过1 就可以取到第二个评论 那你想一下 这里面总共有300个评论 对吧 总共有300个评论 那我要写300行吗 对不对 不可能 那为了我们能够取直取得很方便 我们要干嘛 要来一个复循环 好吧 我们直接去循环它 好吧 common in一个common 好吧 通过一个复循环 去循环这个列表 对不对 循环列表之后 我们可以一批量的 直接给它全部的拿出来 看到没有 给它全部拿出来 每一个弹幕 看到没有 对吧 这300行的一个弹幕 我们就全部拿出来了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看到 那我们接下来提出来的一个内容 它又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它又是一个字典 那字典怎么取直 中国号 对不对 我们在里面的话 直接一个中国号 一个common 右键运行 你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评论 就全部拿到了 对不对 有问题吗 来 现在 有问题的东西 现在可以问一问 没有问题的东西 现在可以交个一 好吧 现在这个评论 我就提取出来了 微小循环也是可以 只是说 简单 没错 Hola 对吧 能听懂吧 当然你也不用去强行 去把它记住 就这个内容 我们只是简单的 给你们做一个了解 给你们做一个介绍 好吧 就具体详细的东西 可能还有更多 好吧 可能还有更多 它是一个时间 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好吧 你也不用去奢求什么 一节课 能够把它全部学会 好吧 可能有些东西 有点性质比较急的东西 可能会说 对吧 一节课 我就想全部记住 就算不行 我后面 我把这个代码 给它背下来 对吧 没有意义 你有没有 学这个东西的话 比较 你有基础 当然是另说 没有技术同学 我指的是 没有技术同学 你不要去详细 把它全部记住 好吧 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你要去理解 它的一个体系 成体系的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内容 它可能说 仅仅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例 对吧 我们可以去取到这个评论 但还有更多 更详细的一些知识点 你们可以去参考 我们这个系统课程的 一个大纲 好吧 可以参考我们 系统课程的一个大纲 然后这里面有更加详细的一些内容 从我们零基础 你会学习到的一些命名开始 没有 因为今天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演示课 我不搜索你们全部都能够去掌握这个案例 但是我希望你们 对吧 能够大致的清楚 大致的了解 关于我们Python 能够做什么事情 能够去实现什么功能 对吧 能够去做什么好玩的东西 以及有哪些发展方向 这个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 然后的话呢 可以你们看一下吧 好吧 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些系统课程的一个大纲 是你可以去从零基础 开始去学习 对吧 就像这个空白名同学一样 零基础开始去学习 对吧 首先是一个很小白的一个程度 然后的话呢 学习到我们基础的一些内容以后 再去选择方向 再去选择爬送的一个学习 但有很多同学 在还没有学习到基础的一个情况下 就干嘛呢 就往后面去学习了 这个是我不太建议的 你可以去了解 但我不建议你没有基础 你就直接去学这个爬虫 就直接学数据分析 就直接学网站开发 这个是我不建议的 好吧 当然如果说你们也有需要 也可以去加我们这个清风老师 好吧 加我们清风老师 也可以去拿到这个大纲 包括说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学习的方向 以及如果说你是有想要去 有想要去往这个行业 往这个方向去学习的话 也可以去加我们清风老师 可以直接去拿到这张图 好吧 加清风老师可以直接拿到这张图 因为这个图比较大 我去发给你们会比较模糊 好吧 这是清风老师 包括清风老师也是我们这个系统课程 我们的一个客服老师 对吧 除了这张图以外 你还能够加大 还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 关于方向性的一些知识 关于你未来 你想要从事哪个行业 你想要从事哪个工作 对吧 你想要从事哪个方向 以及你还要学习哪些日典 它都可以给你囊括出来 好吧 都可以跟你说 都可以跟你做一个简单的规划 好吧 当然这个规划是免费的 可以吧 这个是关于我们清风老师 当然如果说 你是有想去学习这个行业的 你也可以找我们清风老师 去执行一下我们的系统课程 好吧 然后的话 我们继续 继续咱们的这个案例 好吧 继续案例的话 这个评论我们虽然提取出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提取特别的完整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 我们看到的一些内容 需要的东西都给它拿一拿吧 包括它的一个 comment的一个ID 也拿一拿 好吧 还有这个 评论 评论人的一个名称 也给它拿一拿 好吧 然后把这些内容呢 统一的都给它 都给它变成一个 来 去一下 去一下 我们不需要打印了 不需要打印了 你就给它存成一个列表吧 来看一看啊 OK 那把这些内容给它准备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保存 好吧 保存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 使用什么呢 直接使用维子open好吧 使用维子open 那么在前面的话呢 首先我们会保存数据啊 保存数据我们会使用到 这个CSV这个模块 帮助我们去保存数据 好吧 上面这个panda是 这个我们待会再讲啊 好吧 保存数据啊 那么保存数据的话呢 我们使用这个CSV 在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位置 注意啊 CSV就是表格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表 给它保存为表格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给这个表格起个名字 叫做弹幕 好吧 弹幕 然后点一个CSV 可以吧 我刚刚按了 按到退出了 你是没有去加到我们金风老师吗 你可以去加一下啊 可以吧 包括我们的一个 系统课程的一个介绍啊 以及你如果说对于方向 有很 有比较迷茫的一个地方啊 也是可以去问他的 好吧 还有这个 包括那张图吧 那张那个系统课程 大纲的一个图 你也可以找他去要一样 好吧 还是F F点一个ret 不对 SansV 点一个ret 没关系 就后面这些东西 你 也没有必要说 全部去掌握 也没有必要说 全部去听懂 好吧 大概你知道这些方向啊 你知道该怎么走就可以了 好吧 知道该怎么走就可以了 OK 然后的话呢 准备好之后 我们 等一下啊 这个是F 对吧 CSV 一个ret CSV Rut 点一个ret tron 转贴 搞错了啊 OK啊 然后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写入数据 我们右键运行看看 哎 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多出来了一个表格数据 然后把这个评论 把这个东西都给它保存下来了 看到没有 对吧 把这个弹幕啊 来 顺便按的话呢 我们拿这个打开看一看 大家看到了吧 对吧 这个弹幕的话呢 就保存下来了啊 是不是 看到了吧 有问题吗 你们 好吧 当然这个弹幕的话呢 肯定不仅仅只有300个 对吧 你可以看到 我们弹幕爬下来就只有300行 那肯定它不仅仅只有300行 可能有更多 对不对 那么更多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网站分析的一个规律 好吧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系统课程 好吧 来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系统课程 因为刚刚 我们只是简单的粗略的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系统课程的一个大纲 对于详细的系统课程的话呢 来吧 我们现在演示 首先你们会看到一张图 这张图的话呢 是我们会从零基础 然后学习到这个就业 学习到去找工作的一个内容图 那么首先的话呢 这个你可以当做一个课表吧 好吧 那么 关于我们系统课程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观课的话呢 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去讲一些 关于爬中的一些案例 案例式的一个教学 我们不会在这个里面去教学 更多更详细的一些字典 如果说你对这个行业 你对这个行业是特别感兴趣的同学 或者说你是有想要去从事 这个岗位上 从事Person相关工作的同学 那你们去学 学我们公开课的一个内容 是肯定一定是不够的 是肯定不够的 如果说你们想要学习更加深入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还是更加推荐你们去学习 关于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好吧 那么系统课程的话呢 我们是专业去培养 专业去培养 这个从零基础啊 专门是这个培养 从一个从零基础 到你去就业啊 到你去就业找工作 达到一个差不多是8到15k的一个薪资啊 的一个水平 好吧 这个是我们培训我们学员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一个平均水平 好吧 让我们学员毕业的一个人 基本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8到15k啊 找工作 好吧 我还是学生级吗 这个看你自己啊 想学反正随时都可以 你看吗 想学学着都可以啊 对吧 是不是学生又无所谓 对吧 我们系统课程学员都有这个 小学生同学啊 小先生都有啊 真的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好吧 而且从学生开始学 我觉得是更加好的一个阶段啊 因为正好你是有 更加有时间 对不对 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你工作 你还有时间去学吗 对吧 工作你都忙工作的事情去了 你还要花时间去学 对吧 肯定是时间是不够的 没有吗 你现在学生的话呢 现在学也更加好 没有吗 就不管是经验方面 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学习方面 对吧 都可以加快 没有吗 都可以去慢慢的去积累啊 你现在有时间去积累 就越早学越好 反正 对吧 好吧 然后这个是系统课程啊 从零基础到你去就业 找工作的一个课程啊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吧 那么课程的话呢 我们主要会分为几个方面啊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 还是跟他说一下啊 我们系统课程呢 肯定是一个付费的课程 跟我们公安课不一样 好吧 肯定是一个付费的课程啊 因为它毕竟涉及到 你要去找工作 好吧 就不可能说 我们去做慈善啊 做慈善 对吧 你们就 反正来学就可以了啊 不可能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系统课程 好吧 那么系统课程的话呢 我们主要会分为 四个阶段去学习 会分为四个阶段啊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会学习到第一个阶段啊 阶段一 好吧 阶段一 阶段一的话呢 顾名思义 就是核心编程 对吧 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部分的一个内容 那么你们在最初的时候呢 会学习到我们的一个 Person语言的一个基础 一门程序语言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必学的 你不可能会绕过的一个东西 好吧 关于这个 我们是真正的从零基础开始教的啊 就算你没有任何的基础 也是可以学的 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我没有基础 我想先听公安课 我想先听一听 没必要 浪费时间 好吧 因为我们系统课程 它就是一个从零基础开始教学的一个课程 好吧 从你的一个软件安装 包括现在可能有的同学软件都没有安装的 我们会从软件安装开始教学 好吧 到你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语法的一个讲解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 没有去讲过多的一个基础语法 像我们今天可能说接触到的这个列表 对吧 接触到了这个字典 对不对 但我们还有两种 还有两种是这个圆组和集合 包括说这里面的详细的一些介绍 我们都没有去讲 好吧 那具体的话呢 都在我们系统课程当中去详细的介绍 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好吧 给大家去稍微的去讲一下 关于这个基础方面的一些内容 详细的还是在我们系统课程当中 好吧 那我们会首先会基础啊 第一个就是呢 我们会学习这个详细的一个基础内容 好吧 基础内容的话呢 我们会学习一个月时间 我怕你跑路啊 这个不用怕了啊 给你看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 报名之后 你会签的一个合同 报名之后 你会签的一个合同 好吧 包括我们的一个公司啊 我们的一个地址 都明明白白摆在这里啊 你可以详细的去问一问吧 好吧 跑路这个是肯定不存在的啊 就如果说我们是 报名一个学员 跑一个学员 我们是从19年干的啊 不可能干到现在啊 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你们这一点钱 然后呢 就毁掉我们的一个名誉啊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好吧 我们也不学这点钱 对不对 好吧 就这个是一个合同啊 具有法律效应的啊 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跑路 好吧 好吧 就母猪上述的概率都比这个大 你看为什么 母猪上述的概率都比这个大啊 你看吧 这个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啊 可以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阶段一啊 我们会学习一个月时间 好吧 一个月时间我们会从零基础开始交起啊 你从一个零基础学员去达到一个 基本你能够去往后面学习的一个阶段啊 往后面学习的一个水平 好吧 能够去选择方向的一个水平啊 因为后续的话呢 我们会学习三个啊 关于盘整的三个方向 好吧 第一个我们学习基础是必然的啊 这个你肯定是逃不过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会学习阶段二啊 当然大家注意啊 这个阶段二并不是说你想过就能够去过的啊 我们在阶段一的时候 因为我们为了让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好吧 在阶段一学完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考核 你看吧 会有个考核 因为我们以及我们每节课都会有这个作业 你看吧 每节课都会有作业 以及每个每个阶段啊都会有考核 这个是我们我们为了让你能够达到这个水平而去设立的一个考核 你看我意思吗 那这个考核你不达标 注意啊 你必须给我去重新学一遍 好吧 当然这个重学也是免费的啊 就你报名完之后 就之后的所有内容都是免费的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阶段一 那么阶段一过后啊 考核跟作业达标之后 对吧 你们就可以继续下面的一个学习了 好吧 那么阶段二的话呢 是我们第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学习啊 爬虫工程师 好吧 就是我们今天去讲的一个爬虫去采集数据 好吧 对于爬虫的话呢 我们会首先会从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原理开始说起 对吧 还是从零基础啊 你也不用担心 老师我没有基础怕我学不会 这个也不用你担心 对吧 我们会从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原理开始教 然后的话呢 对应我们每一个阶段 包括我们的请求 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保证数据 每一个步骤 你可以看一下 请求 对吧 响应 以及响应 以及这个数据解析 对不对 解析数据嘛 还有数据持久化 保证数据 每一个步骤 我们都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而不是像今天来说 只是粗略的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懂吧 这个是爬虫 然后后期的话呢 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高级内容 你们工作上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好吧 关于绘画维持 这个森林纽 反反旁 SquireP 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去教学 然后呢 这个也是我们也是学习一个月时间 OK吧 一个月时间 我们会学习这个所有的一个内容 那么 这一个月学完之后 就不一样了 好吧 就跟你们前面这第一个阶段不一样了 好吧 当然考核 作业 我们也是都会有的 那具体是哪里不一样呢 具体是哪里不一样的 就是接到二 你自己所得到的一个效果不一样 可能接到一 你经过了一个月的一个基础学习 你可能说掌握了更多的一些语法 对不对 那么接到二的话呢 你们是学习到的一些 真正的一些实用的一些功能 好吧 当你学完语法之后 这个就是功能的一些应用了 没有 就是这些前面一些语法的一些应用了 那么应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直接的可以去表现在 比如说你去 在我们这个清登教育的一个VIP的一个 外包群里面 看到没有 在这个VIP里面的一个外包群里面 你们会 如果说你们学完这个东西之后 觉得自己有能力以后 对吧 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干嘛呢 去兼职 对吧 去做外包 去做一些这个 包括说你说你是学生 对吧 我是学生 可以去兼职做外包 也可以 对吧 赚一些零用钱之类的 对吧 这个是200块钱的 就是像一些爬送的一些外包 你是都可以做的 对吧 爬送的一些外包都是可以去做的 这里面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爬送外包 对吧 就更有甚至 我们还有一些阅语同学 他会选择什么呢 因为他感觉自己就业 比较着急的 他就自己学的比较早 对吧 他就自己在接到之后呢 学完差不多两个多月之后 就去选择干嘛呢 选择直接去选择找工作 好吧 直接去选择找工作的 有些东西比较着急的 对吧 他就直接去选择找工作的 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是6月28报名的 然后的话呢 去年6月28啊 在也是零基础啊 啥都不会 对吧 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 9月份的时候 9月中旬 看到没有 9月14就入职了 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 对吧 就入职了 然后的话呢 工作的话呢 是税前是8K 然后的话呢 税后啊 转正之后10K 对吧 转正之后10K 好吧 就更有甚至啊 他们会经过这样的方式啊 就自己觉得比较着急的 有这样的同学 好吧 这个是关于这个阶段二啊 可以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后续还有两个阶段啊 两个阶段是关于这个阶段三啊 阶段三 这个数据分析工程师啊 也是一个月时间 好吧 还有阶段四啊 是我们的一个全站开发 好吧 但关于全站开发的话呢 我们会学习三个月时间啊 好吧 全站开发就是开发网站 我们会学习三个月时间 那为什么 是为什么这个全站开发要多出三个月啊 对吧 比其他客人多出两个月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学阶段三的时候 我们会实实在在的 去学习两个网站的一个开发 好吧 一个前端 一个后端 就这两个网站 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 会去直接的去教学啊 直接去教给你们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个网站啊 可以吧 这个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 会带你们去搭建的两个网站 好吧 这个可以当做你们去找工作 实实在在的一个项目经验 明白吗 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 就可以带你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吧 很多公司 很多企业 它需要的就是你能够去有一些经验 对吧 能够去有一些项目经验 工作经验 那这从哪里来 就是这些项目来 那为什么 好吧 这个是阶段二啊 阶段四给你们能够达到的一个程度 那么总共的话呢 我们是大概学习全套课程啊 全套课程我们总共是学习七个月时间 好吧 就七个月时间内 把这些所有内容全部学完啊 全部掌握 好吧 然后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考核啊 也都是一样的 这下面的一个标准都是一样的 好吧 那我们上课是这样的啊 我们上课的话呢 是这样的 我们是每周的这个135或者每周26晚上的这个8点钟 到晚上的10点钟直播收课 好吧 有的人就可能会担心啊 老师我这个啊 可能说不一定每几个多月时间来 对不对 那我们上课一周一周就三节课 没有很多 对不对 没有很多啊 一周三节课 然后的话呢 一周花一周差不多六到八个小时去学习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课时间啊 当然我们老师 我如果是这节课来不了怎么办啊 我们课后的话呢 会提供咱们这个永久啊 永久的一个录播回放 给你进行观看 这样吧 永久的录播回放啊 就你课后的话呢 有问题 对吧 相续重复看一遍的 有这个永久的录播回放 以及加上我们老师啊 这个解答服务 对吧 就你课后的话呢 课后 课后你有问题 对吧 可以啊 随时 找老师 解答 你看为什么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解答服务啊 就是对于很多没有技术的东西来说 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个课程啊 其实 关于它的一个体系性的一个重要 对吧 除此以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 解答服务 你看吧 我没问题了啊 什么什么 老师可以做这个 维均网啊 可以做网站开发啊 可以 好吧 可以啊 Pathens IDE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没看到啊 Pathens IDE 什么意思啊 张六问到了啊 Pathens IDE 好吧 你又没问题了啊 那好的啊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解答服务啊 好吧 这个解答服务 我们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标准啊 老师怎么做一个 怎么用控制台做一个编译器 那你想的个真好 那你想的个真好 好吧 编译器什么意思啊 代码的一个 写代码的一个东西吗 我没写过啊 这玩意我还真没写过 你还真没问我啊 我还真没写过 我还真不知道啊 你可以去问一下这个 做Pathens的一个官方人员 或者说你问这个 问其他人吧 好吧 这个我还真没做过啊 运行代码的一个玩意我还真没做过啊 不好意思啊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啊 然后呢 想要详细了解我们系统课程啊 以及详细咨询预定报名 了解我们系统课程同学呢 可以去加我们清风老师去详细了解 好吧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可以吧 然后呢这个弹幕我们爬下来了 那么对于这个弹幕的发言啊 来现在还在听个东西 我给你们签个道 好吧 现在听那个东西可以签个道啊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要做一个简单的筛选啊 弹幕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带这个网络里面 就在 再来 去看啊等等 那你免得这个时候呢 好 这种法子有过 你的 比如一种大方法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要 然后就一把我们的 和 和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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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团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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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